恩典365 每天一句神的话 一年365天 我们天天活在神话语的祝福和恩典当中 这段时间和大家分享约束亚记 我非常喜欢约束亚记 因为他让我们看见 我们怎么样进去得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 要给我们的那个应许之地 其实绝不止当年的约束亚 包括今天的你我 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神把你摆在现在这个位置上 在你的职场上 在你的婚姻里面 在你的人生当中 神一定有一个应许要给你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应许呢 当到了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 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说 六天一切的兵兵都要去绕城 一天绕一圈 然后到了第七天绕第七圈 然后里面有一些规定 说不可以出生等等 我每次读到这里都在想 上帝为什么用一个这么奇怪的方法 这个方法真的很特别 从之前 从那个之前 创世以来没有人这样打过仗的 那个之后也没有人这样打过仗的 有人类历史以来 唯一的一场仗是这样打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面对一个首战 第一次的出战 这场首战对以色列人多重要啊 四十年来就等着要进迦南 而这个时刻 我相信他们心中有一堆 我觉得 我觉得要这样做 我觉得要那样做 约苏亚可能有一些他的想法 我觉得要这样做 迦勒也可能有一些想法说 他觉得要这样做 而那些台月柜的祭司呢 这些领袖 各个都有一些想法是说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 你知道吗 我想在教会也好 在侍奉里面 在福音机构 在任何一个福音的行动当中 我们有一个同工会 有一组人在一起讨论 都会这样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大家都爱主 每一个爱主的人 也都尽我所能地去想一个 最好 最聪明 最有用的办法 但是上帝否定了 这些所有人的想法 上帝提出了一个 完全不一样 我相信 约苏亚也好 加勒也好 七个这些祭司 这些领袖 没有一个人曾经想过 用这么奇怪的方法 但是神说 放下你的智慧 放下你的理性 因为主预先说 你们要走的是一条 向来没有走过的 我觉得这个是对以色列人 最难的一件事 放下理性 放下经验 走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 你知道只有这样的做法 才能够带下合意 如果上帝的想法 跟约苏亚很相近 那大概就觉得说 我们是跟着约苏亚 如果上帝的想法是 跟迦勒很相近 那就是听迦勒的 如果上帝的想法是 跟哪一位长老很相近 那就是听长老的 谢谢主 都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承认 放下我的想法 你也正在面对一些 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抉择 你可能能够体会 我也是在为主 我也是很努力的在想 但是 那到底是不是神要做的 我们一起学一个功课 放下自己 你减小一点 神就照常显大 一起来祷告 主要求你自己 十恩帮助我们 在以色列人 进迦南的过程里面 学一个功课 不是听你的 或是听我的 是我们都放下自己 一起听主的 主我真的相信 当我们都放下自己的时候 就听清楚你的声音了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求神今天有话给你 你正在坚持一些什么吗 因为坚持 跟你周围的一些 同样和你一样爱主的人 成为有一些对抗 学习 放下自己 向你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